今年来,社会上不断出现批着民间借贷外衣,通过虚增财务,为造证据,恶意制造额约,收取高额费用,等方式非法缺占财务的套路带诈骗等新型犯罪,严重侵害百姓利益。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近日下发,关于依法多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要求加大罪借贷事实和证据的审查力度,严格出版民间借贷行为,与诈骗等犯罪行为。 联伯军,有话说,俗话说,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借钱还钱,人们就是老百姓生活常有的事儿,毕竟,谁还没有个吉隆,从古至今,老百姓借贷一直都有个礼儿,那就是讲规矩。 当前,有些犯罪分子就不守这个礼儿,表面上坐着民间借贷,实际上干着勒索诈骗,通过虚增债务,伪造证据,利益制造违约等违法行为侵占百姓财务。 人们称之为套路带,是一种犯罪。 今日,最高法下版文件,明令各极各地区人民法院,妥善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就是给老百姓找回那个礼儿,为人民主持一个公道,绝不能让人民的合法财产遭受不法欠战,绝不能让人民的生命安全,遭受非法胁迫。 02,扎根太行,先锡扶贫,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李宝国,30多年来辛勤耕,带领十多万名农民脱贫致富,2016年4月10日,58岁的李宝国积劳成疾,因病去世。 如今,在太行山区依然活跃,这以李宝国命名的科技服务。 对,他们扎根山村,义务帮扶百姓,延续着太行山上新愚工的精神。 03,记者从国家医疗保障局获悉,今年5月抗癌要税收政策调整后,14种前期国家谈判抗癌要的支付标准和采购价格下调。 9月底前各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都要按照调整后的新价格公开官网采购。 04,台湾新北市一家医院今天13月凌晨发生大火,早成9人死亡,15人受伤,经过初步研判,早成严重死伤的主要原因,包括延误通报,疏散是未关闭火场的房门等。 我台办发言人表示,大陆对不幸遇难的台湾同胞表示疼道,向遇难者家属及受伤人员,表示诚挚慰问。 05,深入基层之教育人,书写必要精彩人身今年暑期,许多大学生深入基层教书育人,书写必要精彩的人生。 刚刚开学的西方职业技术学院,迎来了四位新老师,他们是清华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成员,交在这里进行为期一年的教学。 清华的经典教学案例被他们带进了西部的课堂,依次就十分钟的课程。 他们每次都要花上一整千倍课,还要反复讨论,让其他支教队员当听众,提建议。 联伯军,有一话说,年轻的学子招根祖国大帝,将知识的种子撒播到偏远地区,在一代代教育的劫力中开花结果,为那里的学生带去改变命运的希望。 而这对学子自己来说,又何尝不是实现理想,为国奉献的过程,以清川的义气方刚,化,为汉水便染逃离建森榜。 志愿者们在行走中思考,在艰苦中磨练意志,支教一年,自教一生。 01,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谢鲁安末夫12日说,美元正变成高风险国际结算工具,俄罗斯将进一步减持美元资产。 谢鲁安末夫12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新一轮对俄制裁,是其国内政策错误的体现,为了应对美国的做法,俄罚已经将对美经济和证券投资减少到最低, 并增加本币和人民币、欧元等货币的结算。 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今年3月至5月,俄罗斯持有的美国国债,从961亿美元,骤涨至149亿美元。 02,朝鲜和韩国今天13日举行高级别会谈,同意于9月在朝鲜首都平朗再度举行朝韩首脑会晤,但并未确定具体日期。 今天13月上午,次次高级别会谈在朝韩边境板门电朝方一侧的统一格举行。 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善权和韩国统一部长官,赵明军分别率传参加会谈。 03,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3月报道,伊朗国防部当天公布了新型征服者隐形导弹,伊朗军方表示,隐身性是该导弹的最大特点。 该导弹可穿越任何反导系统。 此外,导弹配备先进的探测装置,可精确制导并从地面和海上部署发射。 伊朗军方向该导弹全部由伊朗自主射击与制造,能够在敌方实施电子战的情况下。 在24小时内全天后针对的,面和海上目标实施精准打击。 4月12日是美国弗吉尼亚州下落茨维尔白人至上骚乱发生一周年,数十名白人至上主义者当天在白宫附近举行集会,遭遇上万人抗议。 最终,白人至上主义者提前匆匆收场,去年8月12日,来自全美多得的数千白人至上主义者,以及纳粹分子等待下落茨维尔及会,并与抗议他们的人群发生冲突。 随后,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这驾车冲撞抗议人群,造出一死多伤。 一年来,仇和犯罪仍时有发生,种族歧视现象仍普遍存在。 01,湖北,以错为鉴推进全省作风大整改02,暑期传统文化业博物馆,成为第二课堂。 03,摩羯昨夜登落这户书等的掐风雨04,全国征兵提建工作全面展开05,世界海,大岁哥500千夫变电站,建成投运零游,蒙华铁路小南原隧道顺利贯通07,世界哲学大会,受刺在中国举办08,云南预计通海。 发生5.0级避震09,半径山景区连续发布红色旅游预警10,天气炎热多黄骆托集体冲造降温11,厉害沿岸五国,签署以海法律地位公约1,2,取密亚北部反对派,控制制衣武器库道点13。 巴勒斯坦呼吁国际社会施压以色列解,逐封锁VM也则声明,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